大家好 我是钱子 T台正经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是 讲到护宪法这件事哦 总之哦 其实呢 台湾的这个宪法规定 也保障人民有言论自由的这个权益 可是我们现在的感受是一点一滴 这个言论自由是不是在消失中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两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之内有太多的民众 因为在脸书上贴文 或者转发LINE群组而被查水表 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的国民党 这边又有一些宣誓 没有错 其实民进党早在过去 曾兰荣时代 他们要求的是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但是民进党执政三年半来 说一套做一套 他们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但是两千三百万民众在他们的言论 没有完全的言论自由 比如说刚刚讲林静怡讲的 主张统一在台在中华民国里边 主张统一的依照民调有高达百分之十二 也就是有两百多万人 他主张为什么不可以 这两百多万为什么他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在这里强力的谴责民进党 民进党在蔡英文执政底下 已经破坏了最基本的 憲法保障言论自由 我们希望今年1月11号 用你手中的选票下架蔡丈夫 下架蔡英文 四冈我们都是从台北下来 其实我来台南 大家都吃喝玩乐了 因为台南的小吃非常非常有名 那今天早上我们到这里之后就发现 这个国鱼夜市已经在旁边 这个煮起了一条长龙 您在现场的观察 以及你可以看到就是台南的民众 因为我之前来台南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国旗 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一下进行车就很热情 然后很多的朋友 就举了直接笔号码 然后我们进来这条巷子 这个巷子我们这个公园 可能真心观众朋友 不太了解我们的地理位置 我们这个公园所在跟外面街道 还有一段距离大概100公尺左右 对不起 我刚才100公尺 我跟徐永廷大概走了20分钟 你们是名人 不是 这因为已经水泄不通 然后外面你看外面这一条 大概也差不多200 300公尺外面 已经变成国鱼下午茶 国鱼下午茶 我们把夜市的翻版全部搬来这边了 外面的人也都很多 那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 其他在台南的造势活动 我坦白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自由的人潮 就是说自动自发来的人 不需要任何的动员 然后你马上聚集这么多 而且大家是有热情的 我觉得重点是大家对于韩国瑜 对于中华民国的这次选举 是有热情 有热情的感觉就差很多 大家不会说被动员 然后等一个便当 然后等一个发一个帽子 然后规规矩矩坐在那边 他不会走动 我们是看到这边很多的好朋友 都是台南来的 现在有一些人说 不是都一大群人 就是随着韩国瑜跑来跑去 对不起 我们接触到 刚刚接触到大概有五六十位的朋友 都是台南的本地人 台南本地人 所以我觉得这次台南的气氛很不一样 这气氛很不一样 包括对于树树姐的期待 对于韩国瑜的支持 我感觉在南台湾的台南 过去胜利的选区 出现了翻转的气息 是 我们透过我们现在空拍画面 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归人公园这一带 那个空拍的这个画面 看起来已经是密密麻麻 都占满人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 两点十五分左右 等一下大概三点钟左右 朱祝姐和韩国瑜会合体 也在我们这个今天 TVBST台政经话开奖的现场 这个台子旁边有很多的民众 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 嗨 你好 来 挥挥手 有很多人 我刚刚也听说 就是也很多人来跟我们打招呼 跟我们合照 来跟我们聊天 有一些人是来自高雄 或者南投 甚至我也遇到好几个 从台北来的 韩粉或者说支持者的热情 到现在完全都没有停歇 不过因为在两天前 我们国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折损 黑鱼直升机折翼了 所以蔡英文总统宣布 民进党的阵营是停止 任何的竞选活动三天 而国民党这边是说暂停两天 今天是第一天恢复 所谓的竞选活动 那我们要问一下总裁 这个两天内 我们知道国民党虽然是完全停止的造势活动 可是在网路上还是打得很凶 非常非常的可恶 杨慧如们很多的立军的网军 一直在修理国民党 比如说还在讲说 黑鱼直升机是国民党时代买的 开什么玩笑 说是马英九买的 说马英九买的 这太夸张了 所以民进党选举就一招 就是抹黑利用用公堂来养杨慧如们 一直在黑国民党 在黑韩国语 非常非常的夸张 我们希望像杨慧如 你赶快出来吧 赶快出来 谁指使你 在黑韩国语等等 赶快出来讲清楚说明白 是 总之好 刚刚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 蔡总统在下午两点 也就是这个时间点 他会代替这个沈总长 他会飞到 他会来 他会去东奥那个地方来 未免官兵 因为原来沈总长一行人 就是要到那边去未免官兵 发一些加菜金 那蔡总统他是用 当然他是总统 还有这个职权 他可以飞到那边去未免官兵 可是这个跟他所谓的 暂停三天的选举造势活动 是不是有点背道而驰 他在变相扶选 变相扶选 所以我们要质疑蔡总统 你既然已经停三天 那你为今天的活动 是不是以假借味道之名 在行弧险之时 蔡总统 你的三天时间还没有到 你恐怕要跟全国的民众 讲清楚说明白 而且假设你利用这个事件 消费这个事件 我认为你也对这些过世的官兵 真的对不起他们 是 宏廷 因为昨天 其实柯P有讲到 所以因为我们国家发生重大意外 而暂停选举活动这件事 他有说 你执政党你本来就有行政权 有行政的优势 不过柯P也被执政党骂到臭头 所以你认为蔡正宁 是不是真的有行政的优势 有利用了这一点 我想坦白讲 行政优势是必然的 因为毕竟他是在一个执政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坦白讲总统要去做什么事情 都是他的选择 但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件 就像我们昨天所提到的 整个指挥链的 整个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全国人民都不乐见 而且现在在网路上 还有非常多的阴谋论正在散步 正在这样子一个发酵的状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其实最跟究竟的原因就是 目前的资讯不够对称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 真的要慰问这些将士们 真的要给这些将士们一个基本 给他们的家属一个最基本的安慰 其实是什么 是完整的交代整个事件的过程 我个人认为这在一个身为 三军统帅里面的选择 绝对优先于所谓 慰绕这些将士们 给民众 给我们这个国家一个真相 给这些家属一个来龙去脉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让整个国家不用继续再承担这样子的一个谣言 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状况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理解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稳定的 这是我们三军总帅应该要做的最优先的事情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阶段 目前虽然黑盒子跟相关的调查情况都在进行当中 但是并没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状况出现 我倒认为说应该先给家属一个简单的一个状况 让他们明确的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以告慰这些将士在天之灵 接下来你再去做他们未尽之事 我觉得在这整个顺序上来讲 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妥当一些 是 曾总知道 其实昨天有很多的民众 尤其是警 销 还有军的军券或者是本身 一直涌入我们的这个网络 或者来到我们电视台的email写 这个有一些反应 他们认为直政党很常在就是连改的时候 说你们是米虫 不是很尊重军公教 可是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的反弹非常的大 你们有收到这样的讯息吗 我们有收到类似的信息 尤其是台南选区的像王定宇 他们在基本上还有段仪康等等 在立法院审议联金改革的时候 尤其是军人联金改革的时候 一方面骂军公教 一方面又砍他的联金 因为基本上那个是过去政府答应他的 但你只要拘于财政的理由 要缩减相关的联金的费用 这是可以理解 但是他应该呼吁全国的军公教 大家一起共体时间 不是一方面抹黑他们 骂他们 又要删减他们的退休金 我觉得蔡政府在做 整个联金改革过程当中 是非常非常的粗糙 韩国瑜因为他是军人出身 您认为今天他会有特别 针对这一点说话吗 我觉得今天刚好在十点上 我相信他的发言会针对这部分 做适度的表达 他对军方过去的国家的贡献 表达敬佩的致意 那也表达未来 对希望对军人或者军公教 更多的支持 我认为是现阶段非常有必要 好